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我是伊萨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先来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谢谢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铁粉啊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也很喜欢跟大家一起交流啊 那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在下面留言,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email来发信息 有任何想要跟我们沟通交流的事情都欢迎大家来联络啊 那也感谢大家给我们买咖啡,也感谢大家继续赞助我们的事工 愿神祝福您,好的,今天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要来说啥呢 我们今天被邀请上了悉尼奶爸的节目 他虽然人在悉尼,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就加州大选这个东西 已经成了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件事情 中国人也在关注,连住在悉尼的人,大家也在关注这个事情 而且他专门点名说,非得要了解一个人,那就是Larry Elder 我们来看一看,深住在澳洲悉尼,台湾叫雪梨,对不对 这样一位朋友,他对这一次的加州大选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才对这个他们雪梨,还有墨尔本他们那个lockdown那些 我也是,我好想问他这些问题了 我也是,我还想说,啊,你对我们这边比较感兴趣 我们才对你们那边感兴趣了 你们那边的新闻画面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 对啊,所以到底是这么回事 对啊,我们这边看那个Sky News都觉得说 哎呦,天呐,雪梨就是我们几天后了 对,而且其实我很喜欢Sky News 之前像我大选的时候,我们都想说 原来唯一一个敢讲实话的媒体居然在澳洲 对,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跟奶爸到底聊了点啥 Evan and Alicia,感谢你们上我的节目 我刚才叫你们叫这个Elder的铁粉没有叫错吧 没有,我觉得我,他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已经确定要支持他了 因为我过去都听他的这个radio秀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我们这次就要把他挖第30 让大家知道这个Elder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开始正题以前我先问几位两个问题 Felicia我一听你的口音就是东北口音 然后Eason很明显是台湾口音 你们俩是故意的吗 是故意的要造成这样的反差吗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组合很多人也来问过我们 说你们这也太好笑了吧,一个东北人一个台湾人 你们两个这口音简直就天差地别呀 但是后来发现交流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障碍 就觉得非常正常,然后而且我们搭档起来就感觉这个思路什么的也都还蛮好的 所以就压了 是 对,因为其实在洛杉矶这边的话华人多嘛 所以你上学你可以看到什么很多东北来的移民 很多台湾来的移民 在这边有很多这种文化的小孩 对,然后小孩都在一起长大 所以就还蛮正常的一件事 而且我小时候是在眷村长大的 所以说眷村里面就是东北人 然后四川人 到中国大陆哪里的人都有 OKOKOK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频道叫AI News 你们是真的在使用AI在筛选新闻吗 不是欸 AI It actually stands for American Intelligence 然后如果说这个是有点太那个的话 我们现在有中文名字叫做爱报导 AI News爱报导 对 只是爱News不是AI News 你们应该把那个AI小写一下 我觉得这样更那个 OK 那我们就赶紧入正题了 我这两位都赶时间 第一个就是Larry L的这个人 我就直接的碰一个最敏感的话题 我在调查这个人的时候 我以前听很多其他的黑人的保守主义者讲 但是我好像很少听他的节目 我在看他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尽量好像要把自己跟Trump supporter 支持所谓川粉这个群体切割开来 我这个印象对吗 我觉得其实不能完全这么说 就像我们保守派 我们到底在保守什么 我们到底在支持什么 我觉得川粉不是一个硬贴上去的一个标签 我们支持川普是因为他的理念对 所以我们支持川普 我们不是因为支持川普是别的东西 如果哪一天川普的理念不对了 那我们也不会要去支持川普 没错 我觉得我们选任何东西都是要选议题的 而且要选一个方向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你的价值观的关系 如果说今天你是完全跟随一个候选人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东西了 那么Larry Elder这个人 他说他要跟川普做一个distance 我觉得他并没有做川普的distance 因为你过去这几年 你听他的秀的话 你就会知道他是非常支持川普各方面的这些议题的 所以说他并没有特别跟川普做一个distance 我了解 我从大家各自的角度出发 我也是这样子的 我个人是对川普的很多的polity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我个人是反对那种 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完美的 像神一样的偶像去崇拜的这种方式的 但是我问的不是说我们各自对他这个意见 而是我在看他接受尤其是一些左媒报道 CNN等等这样的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们都尽量的 他们都是拼命的想把他往Trump support这个名号上面 这个label上面去靠 那么他会说我只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我之前在川普以前的所有共和党的我全都投票的 我以前支持民主党的 现在我不支持了 之后我都是投的共和党票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他至少就是说在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极力在纠正他们这些 把他label成Trump supporter的这样一种行为 我觉得因为你说我是不是Trump supporter 我也是Trump supporter 但是你说我是不是跟那一群 川普等一下就要回来了 川普马上就要回来了 就是QAnon的那一些 是不是一回事 对 因为说真的你在宪法里面的话 很多东西你是要跟着宪法走的 那么川普是不是可以回到这个东西 想要川普是不是说都是100%正确的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如果说错误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要back off 因为我们要 第一个我们要跟随宪法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跟随宪法 所以说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他没有说 特别说他只是说实话而已 对 如果说你要说我是一个川普的铁粉 那你的意思就是证明他说的什么 我都认为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宪法的follower 我是一个保守派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就证明我跟川普的理念是一样的 是这样而已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的东西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关键你说什么 其实特别是咱们社交媒体年代 说什么不重要 听的人听成什么才最重要 所以我的理解是 两位应该是在洛杉矶是吗 是 我的理解就是说 因为加州一直是个深蓝州 那么所有的人他不是深蓝 就是浅蓝或者是中间一点的 所以在加州这个环境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在加州这个环境里面 Trump Supporter这个label 不管是经过媒体 还是很多的民主党的操弄的 他就把他直接跟着 在民众心目里面似乎有一个很不好的形象 在加州的民众心目里面似乎有一个很不好的形象 那么Elder为了在加州参选 所以他必须要 怎么讲 他不是说 我说的切割这个词有点不太对 但是他必须要 就像你说的保持一个距离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这个样子吧 就是这或许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角力或者是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策略 这个东西你可能要问Larry Elder自己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支持川普的人 他是一个支持川普的人 然后他是不是一个要刻意跟川普保持距离的人 我目前看不出来 你左眉每一个都说他是他的left arm 左膀右臂 对 那你这个样子的话 你其实你很难去说他是跟川普是有任何距离的 对 而且他在以往的节目里 他东西太多了在网上 我并没有 就是我个人了 我看这个东西我并没有觉得他说 要刻意跟川普保持一个距离 我只是觉得说他的思维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们是理念相同的人 但是绝对不是说他做任何事情我把他当做神一样 我觉得是这两个的群 对川普如果做错事情的话 我们一定就说对很棒 川普如果做错事情的话 我们有义务要说出来 你做这件事情是错的 是 那我们就说一下他的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 尤其是Eason你曾经长期的跟踪过他的节目 你觉得在这次的加州的罢免选情里面 有哪些议题他是以往一再一再再重申的 而不是为了竞选而竞选的 有哪些议题他天生就是 尤其是在黑人问题上 有哪些议题他是一直在坚持的 对 OK 第一个他是完全反对BLM 这个你东西在美国的政治情况都已经很少见了 连共和党有的时候都是说 啊 maybe BLM maybe black lives matter 很多时候他们会爆上这个东西 他是完全反对BLM这个组织的 他不是反对这个想法 black lives matter of course black lives matter 但是这个组织做的事情 是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 那接下来他还有很多 像说他support state white school choice 就是他让家长有选择小孩的教育权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加州的这个东西常常有说什么 critical race theory 还有gender study 然后男生厕所女生厕所 男人可以变男人 女人可以变男人 这样子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在加州这个东西 也在加州是之前没有的 然后他还有 他会加州的这个homeless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们全 我们加州是有全美国最多的homeless 对 你现在去downtown 你现在去hollywood 简直惨不忍睹 地上针头啊各方面 然后他会把这些人 如果说他有毒瘾的话 他们会把他送到戒毒中心 那如果说真的是可怜的homeless 然后他真的是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但是他很不幸的变成homeless的话 他会交给像教会 还有说一些义工这些东西 他们会照顾他们 然后还有他会forst fire 加州每一年的大火是非常非常惨的 烧掉好多好多的 你隔几天你就会知道说 美国的哪个哪个明星又要撤离了 因为他的家被烧掉了 那他会允许砍伐 因为这个会大火会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newson不准任何的砍伐 造成的就是树涨的太高 然后底下树木全部死掉 然后火一烧全部都烧起来 所以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觉得他的政策我们都同意 刚才您说了几点 其实有几点 我觉得在澳大利亚这边 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过 Black Lives Matter 他的主张是什么 他如果反对他的主张是什么 他如果当了主张以后 他想怎么做 你说Larry Elder吗 还是说Black Lives Matter 对于Black Lives Matter 你看这个东西 因为照道理说 Black Lives Matter 他是一个 他想要推动的是 让白人还有各式各方面 各各样各式各样的赔偿 给黑人的组织 然后还有他们希望黑人有特别的 incentive 像说你去大学的话 或者是你去什么 你分数不需要这么高 然后就可以进这个大学 然后他想要给黑人各式各样的特权 然后来贬低白人 简单的说 Black Lives Matter 并不是一个要让黑人变更好的 而是他要让白人被打压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东西了 那Larry Elder 他不会采用这些支持Black Lives Matter的 这些法官啊 议员啊 各方面的 那因为这些 Black Lives Matter 他在政府里面 他唯一有力量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捐钱给这些法官 这些政府 这些政客 让他们来立法 来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可以捐钱 捐很多钱 去造成我们的国家出现很多问题 那Larry Elder 会不去使用这些人 然后如果说这些人 跟Black Lives Matter扯上关系的话 那他的这个career 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他做州长啊 我理解呢 他做州长 他的权限范围之一 是包括可以任免州的法官吗 如果说州的法官 如果说州的法官有空缺的话 那议员方面的话 是民选的 所以说议员 是经过我们每个人投票 去做这些事情 那那么Larry Elder 他没有权利去控制议员 但是他可以帮 以他的名气 他可以帮现在有的议员 共和党的议员来去竞选 然后来去进入这个国会 叫州议会 不是国会 那他的名气很大 那我们的州 我们的议员是谁 常常你去问这个加州的居民的话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州议员是谁 每次只是在选票上面填一下而已 但是如果有Larry Elder的站台 如果有Larry Elder的话 他们就会开始注意到这个州议员 所以说他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方面 他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一次的州长罢免选举以后 再过一年 如果不管是罢免成不成功 再过一年 就会下一次州长大选了 所以这个上台 如果说Larry Elder上台以后 他只有一年时间 我个人理解 他上台以后不需要做什么 他作为一个反对BLM的这样一个黑人的候选人 能够当州长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了 其他的就是他这一年也做不了什么 我们第二项 第二项就是他说要让可以自由择校 我个人理解 这个跟托马索威尔的观点是很近似的 或者他就是直接借鉴着托马索威尔的观点 就是要建立特许学校 在公校跟私校以外有特许学校 让黑人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学校上学 而且还是由政府出钱有这个选择是吗 是的 他也不是说完全百分之一百补助 他说针对需要的家庭 他会给予补助 如果你要上私立学校的话 那公立学校的话你是可以有选择的 因为我们很多教育的会失败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学校被教师工会绑架 很烂的老师你不能开除他 你里面的师资都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然后全部都是在传达这些左派思想 那么Larry Elder 他希望创造的一个是 学校你不是说这是铁饭丸 你需要证明说你可以教导小孩 而且你要你有能力去教导这个小孩 那父母可以选择学校 因为我们现在是把整个地图分成学区的 那学区如果说你刚好就住在一个很烂的学区的话 那你的小孩就只能住 上那个学校 对 那么这个样子对家长不公平 对小孩不公平 如果说小孩想要读书 如果说家长有心意要去教育这个小孩的话 没有任何的选择 这是非常非常 你只能搬家 对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洛杉矶这边有很多个别的城市 像Arcadia 不管家长有钱没钱全都往那个去挤 然后Arcadia的房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不管你家有钱没钱 你只要想让小孩 我的小孩就想去Arcadia的好学校上学 那你就必须要搬到那里去 你不管是一家几口挤在多么小的一个房子里 然后你要pay bill 你要付得起 然后才能让小孩上学 所以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东西 是 我相信刚才您说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学区房的概念 它就类似这样学区的概念 是不是华人可能搬过去的更多一点 就为了子女的教育 是的 那我就要问另外一个角度了 那么华人对于他的纲领 他的主张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择校 或者政府会帮助你更自由的择校 华人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的 华人会不会觉得 那你是不是我们好不容易择了个校 结果你让谁都可以来 那你懂我意思吧 对 目前的话 应该是短时间内 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华人只要一到某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房地产 就会涨到一个炸掉 然后呢 你如果说像说学校的话 他也会要有名额 那 黑人他们给的这个东西 他们给黑人这个选择 还有他们给少数族裔这些选择 不只是公立学校 它有incentive 你可以去私立学校 你可以去charter school 你可以去很多政府提供的 有一个专攻 就是不会有什么 gender study那种学校 你可以 父母有选择 学校的权利的时候 那么 就会造成一个 competition的概念 那么公立学校也会变好 因为他们要收学生 私立学校也会变好 因为他们也要收学生 那这个样子的话 双边大家都会 为了学生而变更好 而不是为了老师变更烂 对 我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我讲了澳大利亚本地也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澳大利亚本地的教师工会 有的时候也会对于 在我看来 对于教学质量 其实是有一定的反面 负面作用的 他们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利 会导致整个结构 发生一个流动性变少 或者怎么样子 甚至有时候很难把好的教师留住 那么目前为止 是不是 就是 就他这个主张的反对 主要是教师工会呢 是 教师工会非常反对这个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school board里面 他好不容易选进去了 然后他 他就是在那个school board meeting里面 就只说 oh why don't we try school choice 马上 death threat 然后直接到他 然后别人跟踪到他家 就是各式各样的威胁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 然后这些除了教师工会 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得出来 对 而且你可以看这一次 newsum recall 给newsum钱的教师工会 对 超级多 超级多 OK 教师工会 所有的工会都很有钱 尤其是类似教师工会这样的组织 好 我们进去下一个议题 刚才你说了流量汉问题 你刚才说了Larry Elder他会帮他们去 比如说去辅助组织怎么样子 那为什么newsum他做不到呢 加州是很有钱 你就给他们发钱好了 这个就是问题 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次在homeless上面 他们都花很多的钱 但是实际上一点作用都没有 现在左派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流浪汉里面他其实有很多人 基本上一大部分的人都是吸毒的人 你走在洛杉矶的downtown 或者这种繁华的街市 好莱坞等等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突然有人在你旁边 就脱了裤子 然后在地上大小便 然后你走路上 地上全部都是针头 一条什么星光大道 现在根本就变成那种臭气熏天的垃圾场 根本就没有人想要去 路边全部都是帐篷 男的女的白人黑人 什么人都有 全都在那边 他们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直想从里面 就说我们来建房子吧 然后他们没有吃的 我们来帮助他吧 然后他们都是从这些方面 但其实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钱 他们要钱是要钱拿去吸毒 他们没有从真正的问题的根源去解决他 他们只是说这些人好可怜 没有地方住 我们来盖房子给他住 然后他没有东西吃 我们来给他钱吃 你问这些人要去shutter 他们不要去 是 其实要解决流浪汉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要给那个人目标 你要让他知道说 我不是靠政府的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政府来而活的 我有权利 而且我有自由 要来掌控我自己的人生 我需要有个目标 我要有工作 我要来养活我自己 我要有责任 那流浪汉最大的问题 绝大多数就是没有责任 吸毒是另外一个问题 吸毒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能就真的要去找戒毒用心 但是大部分会变成流浪汉的人 是因为他们人生失去了目标 那newson的方式就是 他一直给他们钱 你没钱对不对 我给你钱 我给你 我给你钱 你可以去做什么 他也不给你足够钱去租房子 就让你足够钱去办个wispa的卡 然后去那边洗洗澡 说你可以去某某地方上班 然后或是怎样 但他们不会去上班 他们拿那个钱 有的就去吃一顿好的 然后买一瓶酒或是什么 但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好的example I'm sorry Pursuit of happiness 那个电影好像并没有什么发生 OK 即使是那些私人的charity 就是慈善组织 为了扶贫的慈善组织 他们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因为他们你要给一个人找到生活目标的话 这个是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外了 对 对 没错 有 他们可以给他们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教导 你说 你真的要给他们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你除非 美国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他的名字叫做枕头哥 OK 他就是帮助 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 救援 给他们工作 让他在他的factory里面做枕头 那这些人的人工比较便宜 然后呢 你如果在那边做枕头的话 你也可以有一份养活自己的薪水 然后你可以慢慢自己做上去 你要离开或是怎样 你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如果说你拿了一个resume上面写说 我过去三年在枕头哥这边做枕头 然后我都没有犯罪 然后打电话reference一问枕头哥 他很好啊 他就可以继续他的人生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些流浪汉 没有任何的方向可以去 然后你如果说 你甚至你可以说 教会 然后你在这边帮忙打扫 打扫 然后我们给你一个地方吃 给你一个地方住 你过几年 你想要有更好的 你有更好的人生方向的时候 你可以去朝着你要的人生方向去努力 就你觉得elder能做的 我还是 因为我看到你胸口有十字架 所以你应该是教会的 是吧 你应该是信教的 是 但是我刚才听下来 我还是没有想出elder他能够怎么做 去帮这些人重新找到人生呢 他是会去支持 像你刚才说枕头哥 或者教会这样的组织去帮助他们 更系统性的帮助他们吗 对 Larry Elder跟所有这边加州的教会 非常非常的好 我这边有各个Cavary Chapel 还有好几个大型的教会 对 这次全部都endorse他 然后他就说 只要你上来 OK Jackab就亲自跟他说 Give us the poor and you keep the crazy one 就是 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 请你去把他们戒毒 戒好了之后 你再让他们出来 但是只要是穷人的话 我们有能力 而且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知道 帮助穷人是神给你的职责 对 你的职责不是把你的钱丢给政府 让政府帮助穷人 because it doesn't work 一定要你亲自去帮助穷人才可以 对 而且这个Larry Elder 他说是早就有这样的计划 而且各个这个教会还有慈善组织 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政府不给他们这样的权利 让他们去做真正能够帮助人的事 所以Larry Elder就说上去说 为什么政府要做这些事 你们花了那么多钱去哪里 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 钱全部都花掉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就说我要把这样的authority 给慈善机构 给教会 你们去做这些事情 而Newson可能就是更多的 把这个事放到政府手里 政府来花钱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越解决反而是越添乱 是 说到这个教会我额外问一句 我个人在悉尼 我感觉主流媒体对于宗教 不是宗教 对于伊斯兰教应该是比较友好的 对于基督教群体似乎不是那么友好 我不知道你在加州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全世界可能现在都变成这样 慢慢的 这很正常 这非常正常 因为圣经里说了世界不喜欢真理 对 世界不喜欢耶稣 你看所有的人 每个人都是逃避真理 没有人想要真的去了解 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 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是猴子变来的 他们也不愿意相信 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对 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圣经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 弗里斯兰你也是基督徒是吗 是 OK 好 那我们下面那个话题 其实刚才还有一个话题就是 控制森林火灾这个话题 左派坚持认为这是气候变化造成的 那么其实我去年在我们都知道 澳大利亚这边火灾闹得比加州人民还厉害 可能 我也做过一期节目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就好像很多的树木的堆积不清理 就是management的问题 管理的问题 或者这里面是很大的一部分问题 但是这部分是在至少在当时烧的时候 主流媒体谈论的时候还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是事后大家就不会谈这个问题 更多的还是在说气候变化的问题 加州当地是不是也大部分认为 这是气候变化的问题 是的 你如果去看民调的话 支持Green New Deal的人超级一个无敌多 然后这是什么把石油弄掉 然后随便签了一个东西 有点类似共产党当时要达到什么目标一样 三年内不准有汽车全部改电车 然后剩下的东西你什么都不管 然后车子就一个一个报废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的事情在加州几乎天天发生 因为加州一直以来就是跟你说的一样 蓝州 而且是深蓝深蓝深蓝 他们要立一个法案的话 你不通 怎么样他们都会通过 只要讲好 诶,你怎样怎样 我隔壁那边有一个很讨厌环保的人 我们去把生意弄掉 那我们两个国会议员 我们就来立个法吧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毁掉一整个 一整个产业 整个产业 对 亚洲的伐木工伐木产业 就是这个样子被弄掉了 现在加州大型的伐木公司几乎没有 然后都是因为这些只为了环保 然后连策略烧 strategic burning 这个东西它也完全禁止 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原因 大的火的原因 对 对 刚才我们听下来 就是这个四点 这个四点 似乎主要的四点 也是Newson做的不好的四点 也是Elder特别坚持这个四点 似乎跟我们普遍认为的加州的主流的民意 就是偏左的主流民意是相违背的 如果在四点上 这个四个platform 它都是跟民意相违背的 为什么它现在在所有的竞选人里面的支持率是最高的 而且高出很大的一块 因为你说人口的话 加州是非常非常多共和党的 加州是有全美国最多共和党的 但是同时也有最多民主党的 对 他的民意会起来 因为他在全国 他每天的广播秀有160万的人在听 然后他在加州 大家都知道他 每一个人都知道他 他就是一个大明星 我上次去他的一个造势 rally 不是rally 一个活动 见面会吧 对 好多好多人 然后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有一个从草根来的一个号召力 平常不太在乎政治的 觉得说 你们这些东西 离华盛顿离我好远 我也管不了 这个加州 就烂成这个样子 那就算了吧 这些人 他会因为他而起来 然后他可以呼吁这些人出来投票 所以说他的呼声 还有这个号召力才会这么高 就像我们上次采访里面 那位阿兰讲的 就是现在大家很多的普遍心态就觉得 不管上来的什么人 我必须得把台上这个先换下去 我不管上来 不会没有比这更烂的了 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在里面 的确 我们的确听到很多 但是这个心态 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因为我觉得 Larry Elder 他是其他的人 其实做这些东西 做他讲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应该做 我相信就连民主党也都知道应该做 但是Larry Elder 他是一个在Radio Host里面 做了30年的 他改变了很多人的文化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 他上台最主要的目的 而且我希望 他可以做到的 就是改变加州的文化 我就是听他的东西之后 我更知道盛进在说什么 以前大左派 我以前也是个大左派 我以前也觉得 我以前也觉得 政府发钱有什么不好 其实我也是左派 我们都是 你看Larry Elder的故事 还有他讲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是在告诉你说 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你有这个能力 去改变你自己的人生 而且你有义务 要让你自己过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文化 是他可以叫出来的 不是任何其他共和党 或民主党的候选人 可以说出来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反而是他上台最重要的原因 是 很多人说如果他上台 如果他能够当选的话 他是加州历史上第一个非裔的 就是黑人的州长 您刚才说的这些 您说他说这些道理 是不是也有一点因素在 因为他是一个少数族裔的人 如果平时你换成一个白人的 一个radiohost 来说这些 或者其他的共和党人来说这些 你可能还没有这么在意 但是当你听到一个少数族裔的人 也抱持这个观点以后 会不会让你重新的think twice 再思考一下 其实说实话 我根本就没有在意任何人的颜色了 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观点 跟他的族裔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 我觉得如果当你注意到 他是一个非裔的时候 当Black Lives Matter 在所有的黑人社群里面 包括你看到那个rally 很多白人也去 亚洲人也去 甚至很多基督徒也去的时候 Larry Elder能坚持他这样的观点 告诉所有的这些黑人 你们不是受害者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 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能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让我们去达到的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value 你是可以去做到 你自己最好的 而你不是说 天在那边喊 谁迫害我了 谁迫害我了 现在左派把社会变成这样一个 这个压迫者 跟被压迫者 这样一个东西 他有这样的看见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被很多的黑人的群体骂他叫Uncle Tom 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是我们一伙的 你外面长的就是白人啊 你就是个歧视者 我觉得这个是他很了不起的一点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边的LA Times 直接说他是 Black face of white supremacists 等一下 think about that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就是主派这次真的急了 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对他 对这个人 所以说 连黑人的白人至上主义 他都可以讲出来 这个如果在 我知道 如果这个是放在黑人身上 他们会叫他奥利奥 他是外面的黑的 里面是白的 放在亚裔身上 他会说他是banana 那是外面是黄的 里面是白的 ok 我特别我能够理解啊 他是怎么回应这个事的呢 他是怎么回应说 LA Times说我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 他拍了一个好像40秒的视频 然后这样子 Do I look like white supremacist to you? Do I look like a white supremacist? I walk those hard streets Newsom defames me and you and dishonors himself His lackeys throw everything but the kitchen sink at my character because they could not touch my ideas You've known me 30 years It's not about political parties It's about Newsome He's an addicted gambler Putting his last few bucks on the line Certain this time it's gotta work Fellow Californians All that money he wasted was yours I'm Larry Elder 蛤? 就这个样子而已 因为这就是一个 你没有必要要去跟他们去搞这个东西 因为你都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像之前Candace Owen 她在国会里面 一个黑人女生 人家说她歧视 她说我自己就是黑人 我歧视什么 对 一个白人的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去问跟她说 I think you're full of hate I think you're like hating black people 然后她是一个黑人女性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千古的难题 就是你怎么样证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 或者证明自己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或许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必须要跟从民主党的这个政策 你才能证明你不是种族主义者 还有别的办法吗 还有别的办法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证明 就好像以前有一个笑话说 说当你无缘无故的被抓到精神病院里面 你要怎么跟人家解释你不是神经病 对 那这个答案就是你就是正常的做你自己 你知道早上起来你要那个上厕所 你要上在马桶里 然后你要洗脸要刷牙 然后你要做正常的事情 你知道待两天他们就知道你是神 你是正常人 如果你要在那边喊 我不是神经病 我是正常人 你去看所有的神经病都是这样的表现 对 然后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 他也是这样讲 他说 Don't wrestle with the pig 不要跟猪打架 Because both of you will get dirty and pigs like it 所以说你不要去跟他们有这种没有必要的东西 我觉得辩论还有各方面的话 你是要看对象的 是 如果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人 你根本就不需要跟他辩论 他如果连一点逻辑思维能力都没有 那你要跟他辩论什么 你不管跟他讲什么 他都三字经 那就 OK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你去看Larry Elder的见面会 我相信都是 当然各种族裔都有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华裔或者亚裔的面孔会少一点 我不知道 我只猜 No 里面的话 当然白人是最多 然后第二个就是华人 反而黑人不是很多 然后西语裔的人也有 但是黑人是最少的 This is something 反而是非裔对他的支持是最少的 什么非裔的这个 卷名 对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是被他们说 因为 因为Larry Elder说了实话 对 因为Larry Elder说了实话 得罪了他们 他们想继续领钱 他们想继续承担这个受害者的身份 他们不要说 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我要去达到什么 已经 不想是这样 当你把这个真相揭露的时候 他们可能觉得Larry Elder说的对 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 因为一承认的同时 就承认了他们的stupidity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我记得在一个辩论会上面 他说的很清楚 他就说 他就说 那为什么大学录取率 黑人这么少 为什么这么多 这个是大学在歧视黑人 他说 没有 你告诉我 为什么 在洛杉矶这边 黑人毕业的比例 只有30% 为什么一个学校你可以 指出来30%的人会毕业 然后你还可以叫自己一间学校 这间学校为什么不倒闭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么现实的一个东西 你 为什么这么多黑人没有父亲 为什么这么多黑人 会有枪几样会犯这么多罪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你这些东西你不解决 然后你一直说你被迫害 为什么黑人会这么愿意的去犯罪 为什么黑人会愿意跟着 会觉得说 去跟BLM在那边打砸抢 是正确的事情 这么明显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人去讲 我觉得他讲 他那个辩论会非常好 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华裔群体对他支持的原因是什么 你觉得 第一个 很多教会都支持他 然后第二个 华裔群体在这个地方保守派 其实是非常多的 华裔群体在乎家人 华裔群体在乎教育 华裔群体在乎安全 华裔群体在乎治安 各方面的都是我们要的东西 其实不是我们要的 是一般的人要的东西 所以说华裔群体支持他们 华裔群体看了这些东西 华裔群体很爱读书 很爱去看报纸 很爱去做那东西 只是看了什么报纸而已 但是他们很愿意去了解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支持Larry Alder It's just common sense 他最近提出来一个主张 我看到了 就是说他如果当选 他要把强制的口罩令给去除掉 这一点华裔群体的 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不会让很多人觉得更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华裔群体里面很多人是支持强制 强制口罩 甚至是支持强制疫苗的 我这点不会也 对不对 他们就你所知 加州的华裔对于他的主张怎么看的 如果你要是看那些 有一些微信号公众平台 你如果去看那些东西的话 下面留言全部都是神经病 怎么怎么样 不要强制什么什么的 他们觉得就是不要强制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是一些不安全的事情是吧 对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你不用强制你想带 你还是可以带啊 对 强制跟你自由选择 就完全是两个概念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了 对 华裔是非常非常很多了 特别是老一辈的 因为他们看的新闻都是台湾来的新闻 这个政府他们发布的这些东西 然后特别要去制造做什么 打过疫苗的 没打过疫苗的 特别去造成这些分裂的政府 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在说 他们已经耳濡目燃而洗脑了 那么Larry Elder的看法是说 打不打疫苗 戴不戴口罩 是你个人的自由 如果政府完全没有权利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看 我是支持Larry Elder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数据 我们看了CDC的数据 我们看了CNN的数据 我们看了MSNBC的数据 我们看了就是那个 Dr. Fauci那些东西出来的 很明显就是 年轻人的治愈率是99.97%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逼你去戴口罩 去打疫苗 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你去control 然后让你去bu down 然后让把这个的 把打不打疫苗 还有戴不戴口罩这个 权利给政府 如果今天政府可以叫你戴口罩 如果今天政府可以叫你打疫苗 如果今天政府可以规定说 某个东西一定要在你身上 那么你想想看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时候 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二战的时候 德国人要带万字奇 然后犹太人要带六角星 你没有带的话 你就不能上街 你如果说上街 然后你没有带六毛星 然后你被抓到的话 当场猝死 你要这样子的东西发生吗 如果说政府给了你一个东西的话 他就一定会去enforce 所有政府的法律 所有政府的规定 执行的方式 就是用枪对着你 就是用枪对着人民 没有任何一个例外 如果说乱停车 他唯一叫你一定要付罚款 就是拿枪对着你 叫你去禁监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 这个权利给政府 所以我觉得 在这点上 我觉得华人群体还是很纠结的 一方面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力的政府 来更好的治理治安问题 更好的治理流浪汉的问题 或者怎么样 虽然政府其实并不能做到这些事情 但另一方面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 然后另一方面华人又是比较兴奋一个 以自力更生的这样一个理念的 又跟Larry Elder的很多理念相重合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华人又是反对他取消 我只能说很多大陆来的华人 是反对他取消口罩禁令的 这个也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这个年代 各种不同的想法 会往往会纠结在一起 纠结在同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像说疫苗护照这东西 我知道为什么很多中国大陆来的 还有说台湾来的 会去支持这一点 但是你去问他们到底有没有看数据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数据 就只是因为这个疫苗很可怕 这个疫苗正在杀人 这个疫苗怎样 疫情 这个疫情在怎样 没有任何一个人去真正去读任何的数据 所以说我在这边真的要鼓励所有你的观众 还有我们的观众 就像当基督徒 圣经要自己去读一样 你不要只听别人讲什么 你就去信什么 我觉得这些东西 特别是对于你自己人生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之后你再去做决定 好好的认真的千万不要耳根特别软 我们这次包括大选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们就发现很多人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 今天你说这个我听到 哦原来是这样 明天他说对 永远都是这样 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然后自己从来不去看也不去查 没有自己一个思考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到后面你到底在相信什么 这可能是现在咱们这个年代里面 知识碎片化的年代里面 所有人都可能面对这样一个困境 好感谢两位今天接受采访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我也觉得非常好 而且有这样的交流 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 比我们平时做节目要轻松多了 对而且我没有写稿 我今天就直接啪啦啪啦 对所以这样其实是比较省事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交流 反而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大家说有不一样的看见 有不一样的观点 这样可以来看 尤其我们作为基督徒保守派 这样发出来的声音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保守派到底在保守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有保守的这些意识 哪怕很多人他不是基督徒 但他也是保守派 是 为什么 然后你的这些正确的思想观念 或者是价值观 到底从哪里来 这个跟基督教的这个东西 绝对绝对是分不开 我们整个地球 整个人类的这个思想 跟耶稣的这个是绝对绝对 没有办法分开的 所以到最后呢 所有的东西还都归到那一条线上 就是做宝座的羔羊 咋的了 不是 我要接受 接下来我要接受 做宝座的羔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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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来说 如果要是有各位博主 愿意跟我们探讨这方面的事情 不管是说这次的加州大选 或者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我们都是非常愿意的 欢迎 因为我觉得这样聊聊天 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 是 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yeah 如果想要跟我们联络的话 请下我们的email 欢迎跟我们联络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要是想要给我们买杯咖啡的话 请点下面的链接 如果你要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你已经收看我们节目很久的朋友 你已经在心里好像深深的爱上我们 但是 你还没有点订阅 拜托 please 现在就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 转发给你的所有的好朋友来看 好那非常感谢您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愿意神祝福您 我是佛丽莎 我是依康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